以刀为笔,以目传异 一个一千多年前诞生于大山里的伟大发明 穿越重重历史,完整地保存在我们的眼前 它就是国家级飞银,四宝刁板印刷 今天,我们传承人带大家走进龙岩连城 了解这项飞银印刷记忆的前世今生 翻阅史书,我们了解到四宝刁板印刷记忆起源于宋明时期 当时,宗氏家族将苏航先进的印刷技术带到四宝 并让其子孙以此为业创办书方 恰逢我们福建竹林资源丰配,竹纸制造记忆成熟 依靠各种优势,四宝开始形成书方集群 清代,四宝刁板印刷记忆达到鼎盛 当时的四宝地区,印方林立,古籍满价营乡 印刷的书籍包括启蒙读物,经史子籍,医学书籍 小说,诗词,应用书籍等九大类,一千余种 且指质优良,捐克美观,校对精良,又独占江南,发泛半天下之欲 而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四宝的大部分建筑和书籍 也多是清代时期所遗留下的风貌 清莫名初,新技术的冲击和社会的变迁 许多传统的印刷作坊被迫关闭 现代化的印刷技术逐渐取代传统刁板印刷 四宝刁板印刷记忆也完成了使命 如今,四宝依然保存着完整的刁板印刷古书房 古工具,古刁板,古书籍和刁板印刷记忆 是世上还活着的古代刁板印刷的见证者 刁板印刷的演变历程 不仅是工艺技术的娴熟与传承 更是文化审美的历史转变 这与茅台记忆一脉相承 共同诉说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卓越传承和精湛记忆 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宝藏